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3年2月9号 周四晚上的6点55分 今天的市场是高开低走 标普11个板块是全军覆没 而且今天标普也是跌破了4100点 稍后我会去讲解一下 关于标普当前的走势 以及未来的一些非常关键的点位问题 今天我还减仓了一只股票 一会儿和大家来聊一聊 好 在这个之前 咱们首先还是来看几个基本面的信息 以及对于市场整体大的趋势和波动的 一些机构的看法 首先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数据 是来自于美国2月4号的当周出勤失业人数 录得19.6万 这个数字是6周以来的首次上升 也是自2023年1月7号以来的新高 尽管咱们说整个的科技行业 还有对于利率比较敏感的金融 还有住房行业是大规模的裁员 但总体上申领失业金的人数 还是很低的 这个19.6万的绝对数字仍旧处于历史的低位 表明劳动力市场仍旧非常的吃紧 也表明咱们一直现在市场在炒作的 要出现的经济衰退 似乎从这个失业数字上我们还看不太出来 这个数字是一个小幅的上升 其实如果这个数字上升到什么时候 才会引起美联储的关注 才需要咱们引起关注 它需要更加的接近30万的数字 至少要去到27、8万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对于美联储放缓加息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当前市场压注的利率峰值依旧是5.25% 这个直到下周的CPI数字出炉之前 预计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的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是关于美联储的 在3月份要进行压力测试 这是23年的第一次压力测试 这个美联储的压力测试是对于银行进行的 它包含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情景 其中这一次的设计里面 包括了包括有商业还有住宅 还有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高度压力 以及全球经济衰退和房地产的冲击 所以每次设计 其实它的背景都不太一样 这一次还有一次特殊的是 针对8家最大的银行 有一个新的探索性的市场冲击 他们会收到的测试压力会更大 这个会为美联储提供更多的 关于大型银行的弹性的信息 也就是金融风险 是不是有放大的这么一个背景 整个的测试会在3月底进行 那么压力测试 预计会对于金融股造成一定的影响 咱们知道最近的金融股 其实也就是横在那也没怎么动 攀升上去掉下来又上去 然后又横在那没怎么动 所以这一块预计会有一定的影响 简单说一下压力测试 对于银行业的影响 美联储的压力测试 实际上是在2011年正式开始的 它主要是检查银行在假设的 严重受挫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资本规模能不能承受足够的压力 美联储每年都会花几个月 去设计或者更新压力测试 还有模型的方法 假设用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场景 来模拟银行的抗风险水平 并预估银行在未来的 9个季度的资本充足率损益还有支出的情况 但是美联储为了不让大家太担心 说你要现在搞测试 是不是代表着经济危机要来了 金融经济衰退要来了 会很严重 也不是 因为美联储经常会做这么一个事 它主要是做一个前瞻性的预计 不代表着一定会出现最为严重的 这种经济的衰退情况 如果我们说银行在压力测试后的一年时间 如果有问题 比方说它资本缓冲规模 如果有不满足监管规定的现象 那么美联储是可以对它的资本分配进行限制的 对于银行来说 就是你的派息还有股票回购的规模 都会受到限制 其实这个咱们在20年的疫情之后 已经见过了 当时是整个的回购 包括派息都是受到了大幅的限制 直到整个的2022年才开始恢复 所以这一块对于持有金融股的朋友来讲 你要稍微的关注一下 其实包括如果很多的金融 很多的大型银行过不了压力测试 其实对于整个的市场来讲 是一个负面消息 我们的市场也会承压的 好 这个是对于几个小消息的一个跟踪 另外今天想和大家来谈一谈关于整个的标普 现在的机构看法问题 平常的时候是做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机构的更新的点位预测 但是没有特别这种细致的范围 那么今天正好有美国的首席投资官的调查 他这个调查给了数据还是比较的 我们说还是比较客观 我个人认为整个的调查从样本上来讲 还是从整个的结果上来讲 没有说特别的离谱 所以拿出来和大家展示一下 让大家看一看 在美国的首席投资官 主要是一些大型机构里面 他们对于标普在未来的12个月 也就是我们说从2022年收盘之后 到整个2023年对于市场的一个看法 然后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包括年终的时候咱们可以回过来看一看 这个到底有用没用 好 那我就把这个数据和大家进行一个展示 关于美国首席投资官的调查 他调查的对象是 50%是来自于买方机构 25%是主要的大型的银行投行 还有25%是学术机构 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专家教授 他们的研究金融的 然后在他们调查里边 他取 我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化 因为完全去讲他调查报告 就比较的复杂 我们看一下 2022年的收盘价是在哪里 是在3839.5点 那么我这里就取一个整数 就以3800点来计算 就是我们说最后3800点的收盘价 那么他们认为在未来的12个月 年底收盘的时候 跌5%到横盘 就是从3800点往下跌5% 或者是维持在3800点附近的 那么就是3600点到3800点 这个区间的 是有接近40%的调查者 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认为在标普未来12个月 年中的收盘点位 3600点到3800点 好 那么在年底收盘的时候 认为涨5%到10% 然后是4000点到4200点的 也是接近40%左右 都大概都是389%的一个比例 所以看跌5%和看涨5%到10%的 其实非常的接近 那我们现在标普的点位来到多少了 标普的点位是不是已经是 前段时间已经接近了4200点 在最近的位置上 实际上也是4195点的一个高点 出现了一个回落 但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定就是今年的最高点呢 现在没有人能够给出这个判断来 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判断 所以它这个里边其实也给的是 年底的收盘价的位置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还有一些 比方说年底认为收盘的时候 能够跌破3600点的 占到10%左右 其实跌破3600点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3600点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里 就是在这个地方 前低这个地方 前低附近的这一片的支撑区域在这儿 也就是比前低还要低一些 所以有10%左右的人认为会跌破3600点 那么如果破了3600点 就基本上要去到什么3200到3400了 这是一个衰退型的比较严重的一个预期 好 那么还有的就是呢 年底收盘的时候 涨5%以内的 就是不会超过5%的涨幅 认为最多就是在4000点附近 差不多的也占到10%左右 所以呢 我们如果去总结起来来看 其实包括超过4200点和跌破3600点的 都是极少数啊 我们说年终收盘 大家认为不会超过4200点 或者不会跌破3600点 是极少数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呀 也是在这个范围 就是在3600到4200收盘价上啊 从收盘价 最低点或许也许有跌破3600的可能性 最高点也有突破4200的可能性 但在收盘的位置上 我觉得在3600点到4200点之间呢 是比较合乎现在的基本面的概况的 从当前的基本面来讲 如果我们说年底的时候突然间大幅上调 整个下半年的增长预期 那可能会不一样 或者年底的时候 美联储突然间咔咔咔咔 给你连续降息两次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看法了 所以4200点和3600点之间年终点位 我个人也算是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的 不知道大家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里边进行一个震荡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震荡波段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说看法 它只是一个看法 看法永远不代表事实 因为看法只是一个主观的 咱们都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包括机构调查 包括我自己刚才说的这个看法 也都是一样 只能作为各自的参考 需要大家自己做最终的决定 你看长线多 或者看一个长线空 都可以 下单按钮 在你自己的手里 所以提供这样的看法 是告诉大家 市面上大多数的人 或者专业的机构 他们是怎么想的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到底哪些行业会表现的好 会跑赢大盘 哪些会跑输大盘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认为跑赢大盘的 集中在这四个行业 工业 材料 能源和金融 这是他们的看法 然后持平的会是医疗 公共事业 还有电信板块 那么跑输大盘的 他们认为会存在于 信息技术 消费必需品 以及消费非必需品 这个指的都是 年终收盘的时候 中间的过程 没有人管这个过程 因为最终收盘的时候 你才能够定性定量 不然的话中间 跑高了跑低了 没法说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看法 对于他们这个看法 我持一个保留的意见 我个人还是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的 特别是对于信息技术 会跑输大盘这件事情 我认为其中还有待商榷 因为一旦我们落实了 24年的整个的降息的预期 以及从现在的前瞻预期来看 信息技术板块 在整个的24年的前瞻上 我们不算23年 我们说再往后推一年 其实还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个不错的表现之下 我认为他们如果想跑输大盘 我觉得其实我更加看好 他们可能会跑赢大盘 至少要是持平的 他们不应该是跑输大盘 反倒是像能源板块 他认为23年还会继续跑赢大盘 我认为这个也值得商榷 因为能源板块 现在是一个衰退预期 今年至少也是一个衰退预期 明年也是一个小幅持平和衰退预期 所以他这个地方我是不太认同的 其他的板块或许还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这两个我个人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想法的 也欢迎大家对于你认为的好的板块 和你认为好的行业 也提供你的想法 好这个就是对于整个我们说机构的调查 好说完了这个之后 接下来剩下的时间 我想说一下对于大盘的走势 还有我今天的减仓操作 先说大盘走势 标普是在上方磨磨蹭蹭 磨豆腐挤牙膏搞了好几天 才走出一点点小趋势 一点点小趋势 好不容易跌破了4100点的 近期的一个非常小的支撑 目前是可以下看3900点到4000点 那么如果你对标到SPY ETF上 大概就是390到400块附近 中间可能差了有个几毛钱 一块钱左右 那么下跌到4000点附近的时候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现在跌下来 它是属于一个正常的 不能再正常的小回撤 在这个下跌过程中 不影响从12月以来的 这一波反弹上行的结构 它跌到4000点 也属于上行趋势 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更大趋势上 属于上行趋势 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你是分批波段的朋友 这个4000点 是你第一个可以上下车的点位 为什么说是上下车都说了呢 因为如果你已经持有空单 那么4000点附近 就是你第一个下车 可以波段止盈的点位 如果你看多 认为市场动能充足 保持上行结构 还可以上行 那么这是你第一个上车 你可以尝试波段 或者可能是加仓的位置 所以对于多空来讲 4000点附近 都是我们说第一个要关注的 然后是下方的3900点 3900点 它是12月份以来 上行结构 就这个里面上行结构最后的防守位置 也是第二个上下车的点位 做空的下车 做多的上车 这是我们说短线的两个小结构 4000和3900 好 然后是这个3900这个位置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 就是这个位置 它是关键的多头防守位置 就是这一段反弹以来 从12月份以来的关键多头防守的位置 一旦跌破 就会下策 这个1月份 我们说12月份 1月份形成的这个低点 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3800点附近 这个位置就很重要了 为什么它重要呢 它是更大一个结构 也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以来 这一波反弹上行 多头结构最后的防守位置 大概就是在3800点附近 一旦跌破 意味着这一波持续5个月的反弹 彻底结束了 市场将重回跌势 测试之前的前低 反过来说 如果你看多 认为不会重回前低 那么你在3800点附近最晚 那你就要做好 非常好的一个准备了 这也是你极好的一个上策位置 当然你判断错了 那么就要承担从3800点 跌到前低 甚至更低的这一段时间的跌幅 所以无论什么点位 对于多空来讲 它都是机会 对于双方来讲 你的机会就是它的风险 它的风险就是你的机会 不知道我上方的表述 是不是说的比较清楚 就是这些关键的点位 这是往下的 再补充几个往上的 如果往上的点位 其实我最近也讲过很多了 过了4250点 那么就上看4325点到4500点的压力 但这中间一旦站稳了4325点到4350点 代表着技术面的熊市彻底结束了 我们大概率不会再看到这个3500点比它更低的位置了 这是向上来讲会发生什么 这些点位都是非常关键的 我相信我这么一补充 可能大家会更加清楚一些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技术面的看法 但是从基本面的看法上来讲 大盘的基本面 现在仍旧不支持牛市的发生 或者说时间点还没有到 如果现在的时间已经是23年的三季度了 那么我的看法可能就不同了 因为那个时候看牛市发生的概率就很多 因为它可以去走24年的预期 但现在才23年刚刚开头 我就提前一年去走24年的预期 我认为时间稍微早了一点 中间还有一跌 就是说至少还有一跌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是我当前时间点的一个看法 好 基本面我们说还是必须基于数据 因为你要说现在的数据 可能你会说它是不是滞后的 等你看到的时候晚了 但是你让我提前去猜这个数据 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去猜 我蒙着眼睛猜 我确实也猜不到 所以我还是会与数据来去判断 但是会与一个数据趋势来提前判断 尽量跟着它走 包括市场的短期的走势的资金的走势情况 来去判断 所以只能够这么去做 你让我提前去猜 真猜不到 好 最后来说一下关于我的今天的减仓 今天减仓的股票是特斯拉 因为今天只有特斯拉到了我的下车的站点 前几天谈到过有三只股票都会减仓 但其中只有今天特斯拉到了 FDX在横盘 微软是前个交易日到了接近 但是今天是直接下跌 没有给任何的机会 我就没有动它 那么特斯拉今天是到了 上工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减 而是等了一等 等了一等 主要是看看它的盘中情况 这个还是不行 还是上方的压力比较高 所以今天在均价209 这个位置减的也并不高 减的也并不好 今天最高都跑到214去了 持仓成本是2%的持仓成本95.2 依旧是一个波段滚动降低持仓成本 后续逢低加仓的这么一个过程 滚动去滚动 目的是把它给做成一个负成本 然后更好地去持有它 好 再次强调 我减仓一半是基本面 一半是技术面 技术面之前讲过208到236 那么对于基本面 我跟大家做一个更新 这里是我做的一个更新 全部都写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基本面上市场是再次下调了 整个23年的特斯拉的EPS预期 我也跟着下调了一些 23年预计为4左右 为4左右 所以我这里给了两套的算法 一套是基于正常的它的增速算法 那么按照增速预期来算 在整个的23年就是正负1% 几乎相当于停滞不增长 对吧 但这个是目前下调后的一个看法 到了24年是增长28% 那么这两套算法 一套是正常的 就是相对没有那么虚高的 那么一套就是属于带着一点 提前交易一年的属性的 大家可以自行作为参考 所以无论你按照哪套去估 特别是你按照30到50倍的 23年的前瞻去估的话 上限是201块钱 那么到了24年的前瞻是258块钱 所以按照这个估23年的前瞻 其实也走完了 所以这是基本面 我按照前面的更低的去估的话 那就更低了 那就其实它还应该 至少应该回撤到150块钱附近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就是对于特斯拉的 基本面和目前的一个操作 再次强调一下 我减仓不代表我在做空 减仓是因为技术变乏力了 基本面高估了 我的目的是为了落袋 至于它什么时候一定下跌 我并不知道 它明天是涨是跌 我也不是那么清楚 对于这种非常高贝他的明星股 它走出什么奇葩行情来 其实大家都不要觉得奇怪 对吧 大资金想怎么玩 咱们也不用猜 你也猜不到 但咱们唯一可做的就是 你自己能控制什么 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的 好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